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我还有朋友 元宵节当天降落北京的飞机上所有乘客 风雪交加 不是风雪 在风雪交加之中 地面上好像淮海战役 当时我住在高楼 我的窗前 我一看好咋北京放的烟花 跟打仗似的 他们说从飞机上看 对 没错 因为我飞机降落的时候 满机的人在看 北京怎么了 你以为在枪战 就整个城市是各个角落都在枪战 那个烟火 好像法国大队爆发了 是吧 真的是那样 哎呀 这是人民在暴动 你那么高兴吗 你算大毒草 我当时看这个 我脑子里一下浮现起 小时候我们老师 经常教我们要有全局观念 说现在全国上下一台戏 我觉得我真是好像唱戏 圣事 圣圣 你知道我去故宫 我不是跟你说吗 他全油漆新了之后 就像个大戏台 就是大红大紫 斩斩斩新的 你觉得像进了京剧世界 你知道 就是原来这是全局观 说全国上下一台戏 我现在倒是从戏剧学的角度 我真的有点这个感觉 中国人有看戏的传统 你发现没有 不管说这个东西 从皇宫里到胡同里 看戏 这是中国人一里贯之的一种爱好 所以我发现全都是演员 远到边陲的农民 骨子里我觉得都有演员的细胞 你怎么说 你就看采访 比如说形势一片大好 记者镜头 到工厂 到农村 到学校 我不是说我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 可能人家是一片赤诚 咱们可能觉悟还不如群众 对吧 但是你确实觉得 这是一说 你别说他拆迁户 好 我们这拆了房子 换新房 政府对我们很关心 你到什么下岗职工那种聚居的那种 咱就说什么贫民区那种 好 领导人常来看望我们 给我们送东西 我原来当过记者 我就发现 当你面对 当老百姓面对镜头的时候 咱就不要说官员 当老百姓面对镜头的时候 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状态 表演状态 所以这很奇怪 就本来呢 这社会学理论里面就有一派 就提出一种舞台理论 表演理论 我们不会老说人生如戏吗 对不对 他真的用这个观点去看 每一个人呢 都有前台后台 就是在日常生活交际 即使美国人也是见面都说 哎呀你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如何如何 每个人都这样 但中国最特别的地方在哪 用这套理论来看的话 中国最特别的是 我们的舞台啊 是非常固定 非常程序化的 为什么一有镜头 就会这么说话呢 这都是被教育的 是你大脑里肯定有这软件 他自动的嘣嘣嘣 对对对 而且这个教育不是说学校 学校老师肯定不会说 各位同学 你们以后遇到镜头怎么说 不是 就是我们天天 看电视 在别的人身上学过来的 觉得进入电视画面 就得这么说话 也就是说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也不 大多数情况 真的不是说记者 诱导你 强迫你 他进入这种前台的状态的时候 他真的是由衷的 你哪怕就看孩子 他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 他就会变成 你不是说 你在上海看见一记者拍的也是 对 你知道电视这个东西 老百姓为什么会由衷的 就变成那个前台的状态 赠名瓦亮的 你要提着神 他就是因为电视这个东西 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他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 他被神化到这个地位 就你说的 刚才说像灵堂一样 上海 我说了吗 你说了 你肯定是 像教堂 上海电视台 最近有一个上海电视台 不是一个上星的频道 要不然这个脸丢的更大发了 他曝光出来一个事 吐光完 曝光出来一个事 裸起了一个事 然后他说这个 类似有一点像这个 讲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 这样的我们的故事 这样的一个节目 结果被揭发说 所有的当天那个节目里边 采访的七八个路人也好 送牛奶的 卖报纸的 全部都是他们家亲戚 三姑六舅 最近上海人民样子都很 全是他安排的 当然没有得钱 谈不上行贿受贿 但是也盼他一个 利用职务之变 其实他没有什么坏心 就是他们家亲戚 知道他在电视台工作 就拖他 就说什么时候 我们这辈子也没上过劲 这上去能多光荣 在单位同事面前多有面 我可以给你提供佐证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都闹两会呢 不是开两会 开两会 但是现在 现在新人新风都好 我说的是多年以前 我在大学新闻系的时候 我可以作证 我在一个 天 不敢说 我在一个机构 我在一个传媒 实习 做实习生 我好像跟你讲过 做实习生 但是两会记者都有采访 两会代表的任务 我有一天在办公室的门外 我偷听到 我说里边这么在进行采访呢 听人里边是说 我是山东来的代表 我们接下来参加两会儿什么 那个又拐另一种口音 咱不会学 我是河南的代表 我怎么 说一片光明 对吧 后来我打开门 一看 俩记者 自个儿 你学山东口音 我学河南口音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是形式主义泛滥的年代 就是他大概觉得 去到那挤也挤不上 费那劲干嘛 说的词不都差不多吗 还不如回头 咱自己在屋里 伪造吗 你想这对我当时实习生啊 我为什么凑来这个新闻 媒体之路一片光明 我就一 你也懂了 顿悟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像那些傻学生了 我这彻底明白 这怎么回事 这个性质跟我们上海人民 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上海人民 真的是真诚 他想上个电视露个脸 他真的是 中国老百姓 真的爱看电视 所以你们电视 爱看戏 爱看戏 但是问题是 两者是有关系的 你说那种状态 说要上 喜欢上舞台 喜欢露脸 喜欢让人看 但问题是 他上去之后 给什么人家看呢 他要表演的就是 小时候看到领导说话 是怎么说 所以你不觉得吗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 代表 人大代表 或领导说话 你会发现 连村干部说话 都要端着一个 国家领导人的模样 就他觉得 这个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他得完全跟随 那个状态 所以说 咱们是戏剧大国 谁都是天生的演员 甚至你不想当演员 都不行 也不是说 你台湾不也是一台戏吗 对 打 我突然全是戏 打架 然后而且呢 咱去一下广告 要不咱装的太大发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影子我更正一下 我不是说电视是灵堂 我就是干这行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 经历一个电视 去神圣化的运动 这个去神圣化 有好处的 就不能把电视 把媒体当回事 电视上的人 是说话有可能错的 不能信的 他可能在装算 对 大家都这么看 其实言论自由 也就挺好 但问题是 我觉得最奇怪 是你觉得过去 大家信吗 也不信 电视是教堂 你刚刚说这个东西 他有趣 对吧 他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 一个一个 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两个记者 可以互相装扮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 不用访问 为什么他们觉得 不用访问 因为那些代表 事实上也是这么说话 也是这套话 对 没错 那么就表示呢 所有人都知道 一个人一进入电视 被采访说的话 比如说某个地方发大水了 受灾了 很奇怪 中国国民的反应 就跟外国人不一样 外国哪个地方 比如说发大水 那灾病就哭 我的家 拍到我们中国老百姓 常看到 哎呀 咱们解放军的子弟兵 来得真好 来得真快 我们全靠他们了 怎么什么 就这样的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 他说的也是对的 对 他说的也是对 任何一个国民 都能当知书 对 这叫政治正确 没错 每个人都晓得 该这么说话 那么难道你以为 看电视的人 就不知道吗 你以为 为什么一个人 一见到镜头 他就突然之间 朗朗上口了这些话 这表示平常他看电视 他就已经很清楚 你是在干什么 是怎么一回事 就说这个词 是从哪来的呢 我在南风窗上看来 人家不是说灵堂 人家不是说教堂 就说呀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也没啥信仰 没啥宗教 就大部分来说 那么他有一个东西 一般在家庭里 这个电视机 都是放在过去 类似于神刊 佛刊 那个位置 而且你看 床前放 卧室放一个 三室一厅 每个房间 恨不得都放一个 这电视成了一种 这么一种 他天天吸收的 你明白吗 最显要的地位 我跟你说 原来有本书叫格调 你知道美国人写的 可能都看过 他就把人 分子阶层 平民的中层 中产阶级的上层等等 但是说 一旦到了中产阶级的中层 这个家里电视机的 所有的方向 家具的方向 都不指着 不指着那个电视机了 只有那个中产阶级 中层以下的人 才把它放在 最显要的地位 所以我第一次到 芝加哥的时候 去求学 我第一天晚上 投奔到我的 一个亲戚家 结果那家是 他的先生 是在芝加哥大学 教文学的 我到他们家 就上下 我都没找到电视机 结果我去 报了一大堆脏衣服 去洗衣房 在洗衣房里 有一个九寸的电视机 就在那里 他不看电视 标明他的阶层 在中国 你想一想 对 所以你想 所以最近有人说 电视剧政治 就是一个你天天 花几个小时 在那的一个东西 它对你的影响 书难估量 但是我跟你讲 我免疫 因为我不看电视 虽然我干这个 对吧 但我不看 就是 我得警惕他 但是我不 当然别人看很好 我就 你看这是装 我很爱看电视 怎么办 就是 我特爱看电视 没什么 看电视很好 我没有说不好 我只是说 你像最近说这个电视 为什么讲电视剧政治 就是说那么多人 天天在电视上看 比如说中国要盛世了 他们要大国 所以你看隶属几次 康乾盛世 现在又秦始皇 又康乾盛世 又什么盛世 又什么大明王朝 现在就都在议论这事 然后与此同时 我发现有帮编剧 不干了 就照他编剧说 就是一肚子苦水 苦不堪言 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杂志上 看到一段话 与其说电视剧编剧 不如说电视台的从业人员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 都有这么一种心境 我跟念念他说 这种心情 他这个时代的编剧们 或许是中国历史上 最辛苦的编剧 他们立场暧昧 你看我就是人云亦云 整天见风使舵的 那立场暧昧 面孔混杂不清 他们是那么不纯粹 他们既想迎合政治 你想两会 我得迎合 对吧 但是又不愿意沦为宣传工具 又不愿意你骂我 你你这人 是吧 然后呢 既想迎得观众 又不愿意放弃高傲的启蒙精神 面对市场和金钱 却满口的政治预言 宣称要用历史的火炬 去照亮未来的黑暗 就是说你现在的很多那种 康熙皇帝 雍正皇帝 人家现在也有些人骂 就说即便是好皇帝 难道能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什么样板吗 而且尤其是就感觉从棺材里喊出来那主题歌 他们说雍正雍正大帝 还是康熙王朝那电视剧主题歌 在活五百年 对 我好像在活五百年 就不能在活五百年 你在活五百年 现在就还是封建皇朝 你说是中国还怎么办呢 说这个有东西 其实很多国家都常拍这种历史剧 比如说日本呢 它最有名有一种叫大和电视剧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大和电视剧 就是日本一种传统 就每年一度呢 它的一些大的电视台 像NHK这些 它就会以古装为题材 比如说什么战国时代 知田信长啊 通城秀吉啊 德川江上这些人物 就搞一套 然后一帮名演员 就搞古装 也是大制作 要辉红要大气 就来一下子 这叫大和剧 大和剧 大和剧 然后呢 大唐剧 对 不不不 它和是河流的河 就表示这个历史 长河啊 浩荡不尽 对对 源源不尽 是这个意思 美国少一些 可能就因为这国家 没有这个历史 它拍的这个历史 就是苏格兰来回来剧的 没错 勇敢的心 对 我觉得现在呢 其实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剧 英国也是常拍这种剧 但是我觉得 他们拍出来不一样 日本跟中国比较像 都喜欢 透过这个电视剧 日本是想透过这电视剧 形塑一个国家民族的 感情跟认同啊 但我最近看完一个电视剧 是美国去年 前年吧 很红的一个电视剧 叫做罗马 对 那个剧拍得很好 花很大的钱 是美国跟英国 还有意大利 三家电视台合拍的 但我看那个 他拍的非常 力图 想写实 真实 那你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就马上看到 他这种讲 罗马 也有凯撒 奥古斯都大帝 跟中国拍 皇帝的拍法的 分别在哪呢 就我觉得我们 现在很多编剧 就像刚刚讲的 他想表达些什么 他有点使命感 于是在写电视剧的时候呢 为什么 他总会给人骂呢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 已经很刻意的 想借古玉京 他拍一个皇帝 拍一个皇朝 比如说拍大明皇朝 你看明朝的腐败 到了什么程度 就总是想借着这个 来谈今天的事 历史预言嘛 历史预言 那么这是因为 直接拍今天的事 可能有难度 有限制 那我借的历史来说 但是你越是借历史来说 大家就越容易联想到 你这不是拿封建皇朝 跟今天比吗 你是不是想复辟吗 所以他给你自己埋了个坑 而且他想的 其实他还有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个心态暧昧 面孔模糊 他想的借古玉京 讲老实话 还不是说那种 独立知识分子 或者什么 他跟我们当年 在电台报选提议一样 也是这次 这个省委宣传部 啪下来 说下个月 我们准备抓什么工作 主旋律 主流 然后你作为媒体 你去找点行 就好比说 他也是跟着主旋律 比如说 好像说中国上市 不是中国上市 中国盛世了 中国崛起了 好 我琢磨琢磨 中国历史上有几大盛世 好像说康钱盛世 GDP好像在全世界 第一 他就拿这样借古玉京 但这样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觉得 像美国或者欧洲 他们拍的历史电视剧 你会觉得好看一点 干净一点 就是他不想借古玉京 他或许会起到借古玉京的作用 但写这些故事 这些编剧 他写的时候 我就写怎么样有娱乐性 怎么样大家看了好看 然后我给大家一些历史知识 那越细致 你知道你就越入迷 而我们的编剧 就跟我们所有做电视的人一样 我们在考虑的是什么 像你刚刚讲那个 我为什么大家都说盛世了 我就得拍盛世呢 是因为我们心底下都有一种愿望 什么愿望 希望看到我这个电视剧的 不只是老百姓 还有领导 还有上头 所以中国电视人 媒体人老爱说一句话 一个电视节目好不好 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好不好 就是观众说好就好 我们这不是 观众说好 领导肯定 我就说 你看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笑容 那天王老师说 你这是职业性的笑容 这么多年 我还发现有一次 陈丹青陈老师说 他说我看你这个笑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你这个笑容 是一种不确定的笑容 后来我自己照照镜子 我就发现 我这种职业主持人的笑容 说明了什么内在呢 永远是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影子代表发言 所以呢 你看 你只要一个人 就来一下 就说最近 控制不住 我先得几个份吧 对 我要经过大脑 你说话得负责 所以你说那些人 他们心态这么复杂 目标目的就很不纯粹 要下情上达了 反应名义了 要表现自己的才华 因为美国 我刚看完 就硫黄脑来信了 就是父亲的提示 特别单纯 他就想说 因为美国没有历史 所以他这个二战 是他反复要去反映的 一个题材 像伯格呀 咱们家伯格呀 什么都有这样的 一个二战情节 拍了很多 但这次我觉得 跟他以前的大兵雷安 都是还是如出一辙的 他反映他的精神 这个理念 就是说 他说英雄不是 创造出来 而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需要的 反映了这个东西 还是非常的励志 非常的主流 而且我相信这个东西 我相信布什也看 我相信其他的领导也看 所以但是他这个是统一的 可是我想 我们这边的编剧 他们在做这些东西 他想反映给百姓的 和反映给领导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你说那个 没错 他美国总统 可能有时候看 美国的电视剧 美国的电影 但美国的电视剧 跟电影的制作人 在拍的时候 绝对不会想 布什看了会怎么样 我们呢 就是拍东西的时候 我们总在想的 有时候是想讨好上面 有时候不是 有时候是知识分子情怀 我有责任 把我们对国家 未来的想法 透过一个历史剧 传达给上面 或者我有责任 把老百姓的声音 哎呀 给上头看到 给上头听到 那么所以呢 每个人在拍的时候 心中都有一个 模糊的观众 站在上面 你以为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觉得你以为 我们国家总理 你以为国务院总理 你以为国家主席 就那么有空 天天坐在那看电视 哎呀 今天我 历届总理都很爱看 凤凰卫视 我知道 但是 都很爱看凤凰卫视 一天到晚 事不干就开着电视机 哎呀 这个电视台 这个历史剧 嗯 我懂你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但历史的偶然的契机 就可以促成很大的事情 比如说大国崛起 江湖上盛传 大国崛起 就是因为它那个编剧 原来在三环上开车的时候 然后听到了一个东西 然后就写了一个方案 结果这个方案 怎么怎么 报上去了以后 结果这个政治局的话 觉得这个机器还很好 批了很多的钱 他们等待着这样的契机 命运的转机 就是说他这个想法 你甭是即便你什么情怀 我觉得也有个问题 就像人家 南风庄这次还说 说好 秦始皇一统天下 一并六合 这被你们当做丰功伟绩 或者GDP 比如说康钱盛世 GDP最高的 这被你们当做丰功伟绩 可是为什么 可是比如说他们举了个例子 好像说是哪个国家 我忘了 就是丹麦还是哪个国家 就原来烧杀抢掠的 跨地缘广大 现在只是说在日格兰半岛 很小的一个很小的国家 可是人民生活幸福 没错 你该怎么说这个概念 你拿秦始皇的标准说成功吗 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我现在觉得有些公司老板 我觉得世界上最牛的公司 不是把员工当牲口用的 是最先进的公司 是说在这个公司里工作的员工 如果我是老板 让你们的身心都非常健康 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是每个人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这才对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我们那些电视 你是想让上面下心上达 他也又在下心上达 因为这个目的很混淆 我们刚刚说的 有些地方的人 他拍电影拍电视剧 他当然也批判现实 有个政治理念 但是他不是给上面的人看 他是为了告诉老百姓 我们该这样子来看政治 那么当然我们的电视剧 像《大国崛起》 这种机会 他也是一个公众的讨论的契机 跟教育的机会 但是他隐隐然还是有那种 要给上头看 全国现在都要大 什么都要大 公司要做大 国家要大 然后人也要大 甚至还要活得长 灾火五百年 都是这路的 哎呀我一听这歌 我就想起那个老皇帝在观察 我要观察 他才敢在敲 真的 好 我多按购